乌军扭转战略 俄军战施大将 比锁飞弹被缴获 俄军最高武器机密恐泄露 以色列缴获大量中国造武器和装备 加萨地带北部行动参谋长被击毙 北加萨哈马斯土崩瓦解 新瓦尔现身加萨 以色列投鼠济气 身边环绕都是人质 战争升级 以军真主党冲突巨增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冷战情势 我是宇童 俄乌双方前线战场阵地 这两天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巴赫木特前线 战斗仍在欧0506公路墓地附近进行 过去一段时间 俄军一直试图沿此方向 向恰索夫亚尔推进 这应该是2024年 俄罗斯主要将推进的目标之一 在马林卡前线 乌军第79旅 在马林卡南部的新海米利夫卡发起了反击 成功将俄军逐出农场 目前乌克兰军队进行了一些组织上 或战术上的调整似乎不再坚持固守每一寸土地 而是按照扎鲁日内的说法 更注重保存实力 采取主动后撤的策略 他们正在寻找机会 在俄军的薄弱点进行反击 有计划地消灭敌方的有声力量 这一调整顿时显示了乌克兰军队的战斗方式 更加灵活和注重整体战略性 以提高其应对敌方的作战效率 在蒂涅伯河前线 分析认为 乌克兰军队在F-16战机到达之前 可能不会越过河岸20公里范围内的防空罩区域 而是专注于巩固桥头堡 消灭俄罗斯军队不断送来的炮灰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第104空降突击师 师长奥斯帕诺夫·阿尔曼·托列根诺维奇上校 近日在赫尔松地区左岸遭到击毙 奥斯帕诺夫上校 曾担任俄罗斯前空降兵装甲部队司令 并且是蒂涅伯罗防御司令 特普林斯基上将的亲密朋友 事发当天即1月6日 奥斯帕诺夫上校抵达第104空降突击师所在地 位于赫尔松地区科扎奇拉赫里村附近 当时104师的一支士兵小组 正在尝试拖回哥萨克营地村地区 被困的BTR-82A步兵战车 然而在拖动的过程中 BREAM-1装甲救援车的拖揽突然断裂 士兵们向104师指挥部汇报了这一紧急情况后 奥斯帕诺夫上校决定亲自前往送去备用托揽 然而就在安装托揽的过程中 整个疏散小组所在区域遭到乌克兰的炮击 导致奥斯帕诺夫上校当场上命 据美媒战区Warzone报道 在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后 乌克兰工兵在基辅的一个大弹坑中 发现了一枚未爆炸的匕首导弹 这枚导弹的弹头与乌克兰在2023年5月提供的 匕首弹头残骸相似 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的拆弹小组 已经将这枚弹头挖掘出来 计划对其拆解和检查 以深入了解其功能 电子元器件、材料和各项数据等 在俄罗斯常规军力严重衰退的背景下 匕首高超弹自服役以来 就成为俄军对抗美国及其北约国家的王牌武器 它的最高速度达到了10马赫 理论上没有任何防空系统能够拦截它 但在乌俄战争中 乌克兰当局多次声称 用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了匕首 乌克兰最近发现的这枚未爆炸的导弹 可以提供更多关键信息 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一同参与 就有可能破解匕首高超运速导弹的大部分数据 这样乌克兰就更加有望 提高对匕首导弹的拦截成功率 这也可能迫使俄军提前考虑匕首的退役 对俄军会造成致命影响 日前 以色列国防军在多个方向上的行动仍在持续 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 乌克兰已经完全掌控了北加萨 而未来的战斗将主要集中在加萨地带的南部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海军少将丹尼尔·哈加里宣布 以色列军队已经成功摧毁了加萨北部的恐怖分子军事结构 同时以军消灭了总计8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其中包括参与10月7日大屠杀的哈马斯·鲁金拉特营指挥官 伊斯梅尔·希拉杰及其副手伊斯梅尔·萨拉吉 这次斩首行动是由以色列空军与情报部门协同执行的 情报部门定位到了这两位指挥官的精确位置 随后引导空军进行精准打击 成功斩首了这两名哈马斯高层 另外,以军缴获了3万多件武器 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 以军在加萨的调查显示 哈马斯握有大量中国制造的武器和装备 包括95式突击步枪、87式自动榴弹发射器、步枪瞄准镜等 它们还有可用于美式M16步枪的弹药筒 以及军用通讯设备 以色列专家认为 这很可能是哈马斯通过转手军火交易得来的 军方还成功缴获了数百万份文件 文件证明哈马斯并没有真正放弃摧毁以色列的目标 他们的行动以去公开宣传的内容背道而驰 以色列国防军最近的重要成果还不止这些 1月4日,以军利用无人机成功击毙了加萨地带北部行动参谋长 伊斯兰极端组织杰哈德的高级指挥官 马姆度·鲁鲁 相关视频显示 鲁鲁当时正在道路上行走 身旁有其他人陪同 为了避免伤疾无辜 以色列军队等待鲁鲁独自走到空地后才实施了精确打击 1月3日,以色列在对尼巴嫩南部的袭击中 精确打击了真主党领导人之一的海山亚兹别克 1月2日,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尼巴嫩首都贝鲁特 清除了哈马斯二号人物 沙利赫·阿鲁里等7名哈马斯成员 根据以色列的宣称 哈马斯的卡桑旅据称拥有24个营 目前已有超过40%的哈马斯高级领导人被击毙 一半以上的军事基础设施也已经被摧毁 而且以色列声称已经成功斩首了 在扑克通缉令上排名较高的哈马斯成员 包括大王阿鲁里 这意味着以色列在扑克通缉令上的排越来越少 这也可能标志着冲突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 终局可能即将到来 目前尽管加萨北部地区宣布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但仍然时常发生交火事件 以色列军队正在采用无人驾驶飞行器和飞机进行有力打击 以维护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在约旦河西岸 情况并未出现显著变化 巴勒斯坦人依然在多地反抗乙军的警察行动 不时有人试图使用刀具袭击他们 在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地区 局势继续升级 在整个边境线上 乙军和珍珠党之间的相互袭击次数正在增加 1月6日 黎巴嫩珍珠党向一个以色列军事基地发射了60多枚火箭 以色列随后对发射火箭的恐怖组织进行了报复 并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几个珍珠党目标 以色列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炸毁了伊朗向黎巴嫩运送的军火 这批军火中包含许多火箭弹 目标就是珍珠党 1月8日 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局局长阿莫斯·亚德林称 以色列国防军已经确切知道了哈马斯头目 叶海亚·辛瓦尔在加萨的位置 但以色列国防军被禁止斩首它 因为它周围有许多以色列人质 他们正在充当着辛瓦尔的人体盾牌 现在外界对于加萨平民的伤亡情况依然十分关注 以色列国防军188旅旅长在描述目前战区情况时指出 哈马斯已经不在以成规模的有组织反击形式存在 而是以小组的方式行动 他们全部改为穿着平民服装 一方面是为了迷惑乙军 使其不轻易开火 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战死后 可以宣称是以色列军队杀害了加萨市民 加萨人口非常稠密 哈马斯混在百姓中间 让人很难辨别 更为严重的是 每一座清真寺 每一所学校和幼儿园 以及超过三分之一的加萨民宅中 都藏着哈马斯的武器 很多民宅还有哈马斯的地道入口 而且多设在儿童寝室中 很难说谁是真正无辜的 以色列国防军目前通过调动大量预备役后勤人员 进行甄别 以区分哈马斯成员和普通居民 在这一过程中 很多巴勒斯坦人做出了贡献 致使整个甄别过程变得不那么艰难 又能迅速结束 确保了那些混在投降人员中的哈马斯成员 无处可逃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月6日重生 他领导的政府 以指示军队消灭哈马斯 救回所有人质 并确保加萨永远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总体来看 哈马斯确实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 好 以上是今天的新冷战情室节目 希望大家给我们点赞 转发我们的节目 也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的节目了 感谢您的支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